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混战期间 前秦皇帝乌坚一度统一北方 不过 就在北方割据混战的百年中 经济生产凋敝 百姓流离失所 生活无浊 许多百姓连同工商士族开始难迁 正是这些迁移至南方避祸的士族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势力 不仅如此 一些名门旧派 也开始将相对平稳的南方 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大本营 表面安逸的南方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那么 这些新的政治势力 究竟是以何种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呢 在这个新时代中 又会涌现出哪些济世人才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 第六集 王马天下 从八王之乱到前情统一中国北方 在前后大概是将近一个世纪 那么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头 北方陷入矿日十九的战争之中 所以大量的北方汉人举家南迁 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特别是四家大族 整族整族地向南进行迁徙 那么由于他们有社会地位 有些还有政治身份 而他们又带来了北方的 那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又可以代表当时的主流文化 所以后来人们呢 就把这一次本来是十分狼狈的南逃 取了一个极其冠冕堂皇的名称 叫做医官兰度 说到医官兰度里恰恰是这些兰度 医官的后代 那么在这些兰度的医官家族之中 我们要先说到一个狼牙王室 说到这个狼牙王室 秦国有一个战神级的家族 父亲王茧 儿子汪奔 秦灭六国 这父子两个灭了其中的 赵 燕 魏 楚 和齐 灭五国 后来秦始皇统议中国以后 王室的儿子王黎 又是著名的将领 带军队抗议匈奴 那么王黎的儿子叫王源 为了逃避这么一场战乱 举家东迁 这个家族来到山东的林仪一带 那么后来两汉 以及朝魏 还有西晋 都在这个地方设立了狼牙国 所以这个地方又叫狼牙 那么王室家族 就在这个地方壮大起来 成为狼牙王室 在八王之乱里之前 就已经有两个狼牙王室的年轻人 引起了上层社会的关注 这是唐兄弟两个 哥哥叫王敦 弟弟叫王导 哥哥王敦呢 比弟弟王导大十岁 兄弟两个性格截然不一样 王敦娶了晋武帝司马延的女儿 乡城公主为自己的妻子 那么他是西晋的驸马度尾 胸有大志 臣服很深 而且个性比较刚毅 只是在刚毅之中 有几分残忍 弟弟王导 这个时候还年轻 还是个少年 但是也显示出胸有大志 但是气度甚至比哥哥更为亏狂 心胸也更为大气 有一个事情 可以说明兄弟两个 他的性格都不一样 在太康时代 有两个著名的人物 一个叫王凯 一个叫做石虫 二人之间斗父 而这个王凯经常自酒高贿 把朋友请来进去接待 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那么这一次宴席上 把王敦也请去了 王敦把弟弟王导也带去了 这在洛阳了 那么王凯就让女妻吹笛住信 那么一边喝酒 一边要音乐伴奏 结果这个女妻呀 不知道是因为心有旁骛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反正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音律偶有不合 结果王凯觉得丢了自己的人 命人把这位女妻 欧杀 结果满座接近 看到王凯如此的残忍 在满座接近的时候 唯独王敦 神色自落 谈笑自如 这是一件事 实际上同一件事 另外一次 又是王凯 色宴待客 又把王敦王导请去了 王凯这一次玩心里花样 让美女劝酒 如果客人不尽信 美女立即斩首 这当然有点虚张声势 但也玩得太过分 所以我老是想 有这一帮人在折腾 西境不二十而亡 那才是天理不老 那么 劝酒劝到王导 和王敦的这个西位上 王敦坚决不喝 他要看看王凯 到底怎么收场 这个美女 劝酒的美女 就记得哭起来了 因为上一次 那个生计被当众 欧视 但是王导看不下去 王导本来年轻 又没有酒量 但是怕这个无辜的女子 又遭受不信 所以他把自己身边的 那个酒一饮而尽 王敦对王导的这种表现 非常不满意 而王导对王敦的这种残忍 也极极地不满意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 对家里人说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处众若当事 心怀刚乱 非令忠言 处众是 王敦的字 这个年轻的王导觉得 如果一旦这个唐兄当权 以他的这种坚毅和残忍 恐怕没有擅长 到了这件事的记载 非常有可能是后人 根据两个人的不同结局 选择性地记载了 他们的性格的不一样 但是 性格在有的时候 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当时封在郎雅的 是司马仪的第五个儿子 司马咒 司马咒临时之前 他要求朝廷 把自己这个郎雅国 一分为四 分给四个儿子 那么所以 到了第三代 司马瑞继位为郎雅王的时候 他这个郎雅王 和他祖父那个郎雅王 已经不可同罗而遇 司马瑞十五岁的时候 他继承王位 这个时候 晋武帝司马炎去世 晋汇帝司马忠继位 朝廷里头 皇后贾氏和太后杨氏 斗得一塌糊涂 随之而来 就是八王之乱 在司马瑞十七年的眼 朝廷争调 他去讨伐乱亡 结果乱亡没有被讨伐掉 反被乱亡打得一塌糊涂 司马瑞资深逃回洛阳 把自己的母亲 迎回到郎雅国 那么王岛 王敦兄弟在洛阳的时候 和司马瑞 就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那么司马瑞回到郎雅以后 王岛和他关系更为密切 那么经常在一起 分析天下大事 经常在一起 推测国家的前途 觉得天下已经如此 北方恐怕不是能力可为 所以他们就共同的想法 是得向南边发展 那么向南边发展 他有机遇 这个机遇终于来了 机遇怎么来的呢 朝廷 那个时候还是西进 命司马瑞 一阵到夏批 就是现在江苏的北部 和山东交界的那一台地方 后来又让他为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驻军事 司马瑞一贯看重王岛的见识 而王岛也敬重司马瑞的为人 所以 司马瑞一旦有这个认知 立即把王岛招到自己的 安东将军府 认司马 而王岛给司马瑞 提出的第一个 带有决策性的建议 是什么 是到南京 那么来到南京 有南京的好处 但是 也有来到南京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虽然有秦汉 四百年的大一统 但是 南北之间的隔阂 地域之间的隔阂 仍然存在 特别是从东汉末年 一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 这一百年间 由 孙奸 孙策 孙权 来一直到孙浩 孙家经营了上百年 而且这个名字 就取了一个非常带有地域特色的名字 叫吴 说明吴文化的强大 那么西晋统一全国 灭了吴 但是尚未对东南建立十分有效的统治 西晋王朝已经陷入到动乱之中 因此可以说 晋的概念 在江南的民众心目中 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地的人们 外出的人们 都把这一处叫做吴 把这一处的民众叫做吴人 那么司马瑞 在王岛等人的陪同之下 来到南京 据记载 一个月没人打理他 没人看望他 怎么说的呢 无人不负 无人不负 据粤鱼 时间过去了 半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没人打理 王岛看到一个情况 虽然无人没有打理司马瑞 是因为司马瑞没有民气 是因为晋的概念 没有在无人之中建立 但是中原的文化 中原的制度 却是无人所向往的 所以王岛就准备 从这个来路口 引导无人 引导江南的一冠之足 或者说 引导江南的精英 来依附于 亲近于司马瑞 怎么来做呢 王岛有王岛的办法 他导演了一个情景剧 一个什么情景剧啊 这个时候政治春天 初春 王岛选择了 离这个时候 最近的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叫上市节 每年农历三月上旬的 第一个事 后来就把它变成 三月初三了 那么北方的汉族啊 在这一天 要举行一个仪式 什么仪式 到水边 来祭祀 消除灾难 去除污垢 这个事情 在当时叫做福系 那么这个福系是什么 仪式是怎么弄的 后来与一个非常著名的人 他把这个事情 写进他的一个书法里头 叫做南亭西续 此人就叫王羲之了 而王羲之恰恰是 王岛家族的后代 也是王子 也是狼牙王 我们看看王羲之 是怎么来记载福系的 在这里叫做戏事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牧村之初 会于会计三英之南亭 修戏事也 群贤彼智 少掌贤吉 此地有崇山峻里 茂林修筑 又有清流集团 应代左右 因一位流伤取水 列作其次 虽有施足管弦之胜 一伤一允 一足以 畅序悠情 王羲之和朋友们 做的这次戏事 是在公元353年 而王导准备导演的 这一个戏事 是发生在公元307年 或者是308年 司马瑞和王导 先导建业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健康了 王敦后导 那么王导等的 也是王敦的到来 什么原因 因为王敦比王导大十岁 又是司马延的女婿 这个时候 一定有一定的身份 而且建立了大的工业 民生已经很大 所以王导就跟他唐兄说 狼牙王 伦德随后 和民论游亲 兄威风以振 亦游以匡计则 那么王敦当然愿意 结果在这一天来到的时候 兄弟两个 让司马瑞 慎章出尽 坐在轿子上 轿子的前后左右 是宜藏队 王敦和王导兄弟 以及北方来的衣冠士族 统统骑在马上 跟随在后 这个场面 极其的宏大 结果当时在建业的 两个江南民事的 著名人物 一个叫做 季瞻 一个叫做 顾龙 两个人看到这个情况 大肆一切 我们原来没有搭理人家 原来这一帮人 有这么大的来头 如果再不清清 以后可能就没有 我们什么事 于是带着一帮人 跪拜于道左 这样一来 江南士大夫 就表示了 对这个北方来的 狼牙王的一种亲近 王导再接再厉 光子还不够 于是 在他的主导下 司马瑞 重金聘请 两个著名人物 哪两个著名人物 第一个 顾龙 就是败在道左的 其中一位 另外一个叫贺荀 这个顾龙呢 他是苏州人 郑中的吴人 是江南著名的大族 他的祖父顾庸 曾经在东吴 做个宰相 西晋灭吴之后 顾龙和陆基 陆云 来到了洛阳 让洛阳的文人 一展他们的风采 所以当时就称为 洛阳三郡 在北方人里头 也有名号 另外一位贺荀 贺荀的祖父 也做过 西晋的中书令 同时他是会计人 也就是现在少许人 典型的 粤文化的代表 所以顾龙和贺荀 一起 等于忠祖尊重了 吴文化 越文化 这两位也非常给面子 一起祭道 后来祭祖 也被招罗到 安东将军府 这样一来 南北一冠之主 南北四族的联盟 就逐渐形成 共同辅佐斯马瑞 一个政治中心 就在建业 或者说在健康 开始形成 永家之乱以后 四家大主 来到了南方 当时的记载 说是 游是无悔风靡 百姓归姓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 中原的士族 来到南方 我们又有记载了 中州士女 避乱江泽者 十六七 当然到底是多少 可能说在人们的印象之中 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的一冠之族 都来到了江南 到了公元三百一十六年 刘耀攻占长安 西晋正式灭亡 第二年 三百一十七年 司马瑞在王岛 王敦 以及南北一冠的支持之下 即静王位 到了公元三百一十八年 静明帝 在平阳被杀 消息传来 那么司马瑞 也名正言顺地 做了皇帝 那么人们把 这个政权 把它叫做东晋 把司马瑞 就称为 静元帝了 死了以后 给他的嗜好 是元 东晋建立之前呢 实际上 北方 一直是在战乱之中 所以这样一来 就给东晋 给司马瑞 提供了一个 北伐的机会 司马瑞 在王岛 王敦兄弟 以及南北士族的拥护下 成功继承了王位 收复了江南的人心 此时的中原 仍处于血雨腥风的乱战之中 反过来说 北方的乱局 也恰好是一个统一的好时机 俗话说 深山藏虎豹 乱世出英雄 此时出现了一个人 他首先将北伐中原付诸实施 他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将北伐 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呢 他的这一行动 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 第六集 王马天下 而首先提出北伐中原 并且付诸实践的是一个著名的人 叫做祖替 祖替是泛洋人 也就是现在河北一带的人 虽然称不上是四家大族 但是他这个家族在当地 也有一定的影响 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上姑太守 所以史书记载 说他家里是四粒二千蛋 那么祖替一共有兄弟六人 几个哥哥呢 都饱读诗书 但是祖替不愿意读书 他愿意干什么 愿意打架 上一书才 而且关注社会事务 他常常假冒哥哥们的名义 把家里面的骨质 把家里面的步驳 散发给贫困的老百姓 所以为这个家族 带来了很大的声誉 但是哥哥们呢 却一直担心这个弟弟 怕他不学好 不读书怎么行呢 最近流行一句当代语 说成功人士 你的起点未必在开始 而可能是在转折点 主题恰恰是这样 那么就在哥哥们 担心他不读书的时候 主题偷来醒悟过来 说是要读书了 一读就是波澜群书 这就不是一般的读书人 可以比得上调 既慷慨大度 而又能够读书的主题 一来到西京的都城洛阳 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觉得这个小伙子 这个年轻人 今后要干大的誓言 而同样和他胸怀大志 同样和他关注天下大事的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刘坤 那么刘坤和主题 在洛阳城一见奴固 他们又都在四周衙门 做文书官 这个四周衙门的所在地 就在洛阳 二人谈得非常投机 都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经常同辈而眠 彻夜常谈 谈到激动处 听到荒野之交 又激叫 于是两人爬起来 武剑练拳 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成语 叫做文姬齐武 就由此而来 那么后来 勇家之乱发生 波尔人各奔东西 但是均以天下为己任 那么刘坤继续留在北方 和那个前兆 以及后来的后兆 相抗衡 而主替眼 却带着当地 和沿途上接纳的几百家人妇 尾夷南下 一路上就是扶桑 一路上所有的马匹 所有的车辆都用来 张载脑落并残 而主地步行 从北方一直到南方 在这一路上 他也积攒了极高的人气 一边是南车 但是主地一边没有忘记 要回到北方去 要恢复自己的家园 所以他一路上 也收落了一些亡命之土 收为自己的宾客 收为自己的卢铺 因为在主替看来 以后恢复中原 还得靠这一帮的 主替来到南方不久 立即像当时 还不是晋王 也不是东晋皇帝的 司马瑞 当时是安东将军 向安东将军递交文处 要求派兵白发 那么司马瑞这个时候 正在王岛的帮助之下 来经营南方 他肯定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去向北方进发 但是为了鼓励 主替 即兴 同时要表一个态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斥 另外一个原因 让这一批人 离开京市 离开健康 所以批准了主替的请求 并且给了他一个封号 叫奋威将军 而且给了一个官民 玉州刺史 还象征性地 给了一千人的粮食 给了三千批布 那么支持主替被罚 那么司马瑞帝这种举动呢 被后人有所指责 比如说 为司马光的自治通鉴 做驻的元朝的福山行 在谈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他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给千人两领 击布三千批而已 叫我看 这是宝汉不知末汉期 司马瑞当时什么情况 光干失灵 他哪来的兵 哪来的粮 那么大家说 他的兵在哪里 他的粮在哪里 都在大家族所掌握 甚至包括主替这种人 他还有军队 那么主替倒是 比较理解司马瑞的这个处境 所以他完全不在乎 他要的只是个名号 要的是名正言顺 所以在公元313年 永家之乱后的两年 也就是主替来到南方的第二年 主替带着一百多雾区 然后在京口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镇江 坐船渡过长江 开始他的北伐的历程 船来到长江的江面 望着滚滚而式的长江之水 主替拍打着手上的船脚 对上天 对流水 对追随他的人们 启示 主替不能亲中原而伏寄着 有如大将 我主替可能回来 但是一定是光复了中原以后 我才回来 否则就像滔滔的江水 一去不复反应 渡过长江以后 继续北上 来到了淮河以南的淮阴 就驻扎在那里 招兵买马 购买粮小 驻扎兵器 那么在主替北伐的一段时间内 凭着他的这种人格魅力 以及他的对时事的洞察 和谋略的这种时事 他招募了许多当时的不足 就是实际上 是当地的汉人武将 所以极大地壮大了他的队伍 而他面对着的敌手 是在五湖之中 非常彪悍的一湖 那就是石勒的部队 但是主替也 曾经在有一次 在北方屋主的支持下 打败了石虎所带领的五万人的军队 这样一来 石勒一方面要顾及北方 南方又碰到主替这么强大的对手 所以有一段时间 石勒一部队就不渡过黄河了 和主替达成一种默契 同时派人去维修主替在北方的 他的母亲的墓 还派人送述给主替 要求护士 主替没有回信 回信就有政治问题了 但是同意北方和南方相互交易 这样一来民众得到了好处 他控制的地区也得到了安利 主替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主替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能力 打下了一片地狱作为大本营 此时的司马瑞 与王导王敦兄弟的改革已显成效 按照预期 如果主替和司马瑞联手北伐 或许不能统一全国 但是应该让东晋王朝 有一个好的发展形式 但是俗话说 永略镇主者身微 攻盖天下者不傻 接下来 司马瑞做出了一件事情 不仅使得北伐的希望破灭 而且令原本稳定的东晋政权 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另外一方面 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怎么个严峻呢 第一 主替北伐是在公元313年 三年以后 316年 刘耀的部队攻占长安 那么西晋在北方的影响 越来越弱 刘坤 在和鲜卑谈判的过程中 被鲜卑所杀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虽然刘耀的前兆 和石勒的河 仍然在冰龙相见 但是石勒的势力 这三年里头 已经发展得非常迅猛 主题要再继续向北推进 非常的困难 第三 消息不断传来 说是在健康 这个时候东京已经成立了 在健康 君臣之间 士族之间 矛盾正在不断地发生 我们先说第一个矛盾 成也王氏 坏也王氏 我们刚刚曾经谈到过 王岛王敦兄弟 在司马瑞 金云南方 在司马瑞 建立政权的过程中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他们的威望 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权力 也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 司马瑞反而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心虚起来 那么所以有记载说 就在他即位为弟弟那个时候 他拍拍农场 叫做王岛的智 说冒红 你也坐在这里来 王岛当然不能上去坐 司马瑞又说 你来吧 这怎么可以 结果始祖上说 这个司马瑞三次请 王岛三次谢绝 最后说了一句话 若太阳下同万物 苍生何有两兆 您就是我们的太阳 太阳应该是高高在上 你才能够照耀苍生 苍生才能够两世于你 如果我和你坐在一起 你就下同万物了 这个苍生何有两兆 事情也就过去了 甚至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像我刚才说的 拍拍笼床 说您过来吧 客气 当然也不能这样客气 但是 这个故事 不进而走 各种版本都有 加上王岛在朝中 组织朝政 王敦在外面 肿揽兵权 而王氏的子弟 他们的学生 遍布朝野 所以有好事者 又散布一种民谣 说是王与马 共天下 越这样唱 司马瑞心里越虚 那么凡是做了皇帝 他地位变了 他就希望提升自己的权威 所以司马瑞在后来的 这些时间里头 他培植了自己的一些亲信 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做刘伟 一个叫做刁邪 通过他们来消除 或者减落王岛的影响 通过他们来削落 王敦的兵权 王岛是君子 心里尽管不痛快 但是表现出来的 豁然大度 表现出来的 是表示充分的理解 所以他的威望更高了 但是王敦不行 王敦觉得 是太没名堂了 于是不满之意 一语言表 君臣之间的这种 嫌隙 他的逐渐形成 尤其莫名其妙 是司马瑞 提防王敦 王岛兄弟 也提防主替 就在主替 和后照抗衡的过程中 他派了一个南方的官员 叫做戴渊 到了地区 总览前方战士 主替也归他截志 这个时候的主替 已经困难重重 而且得不到朝廷的知识 还反而受到朝廷的猜忌 所以这样一来 既愤怒又忧虑 于是一病不起 在公元321年 隆历8月 病死 那么离他北伐中原 89年的时间 那么主替已死 北伐成为炮役 而王敦开始最忌惮的 也就是主替 因为主替有军队 主替已死不到半年 322年正月 王敦在武昌起兵 起兵干什么 起兵讨伐朝中的乱党 朝中的逆臣 谁 司马瑞 用以分他们权点 留伪和凋协 那么像当年 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打着 驻逃错 清军策 这个旗号 结果汉景帝 守租无措 杀了朝措 但是这一次 司马瑞 非常的坚定 太祖 非常的强硬 他用了论语里头八个字 事可人也 孰不可人 这种事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同时表示 自己要轻率六进 要讨伐王敦 这话又说回来 人人都佩服武宋能打护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打护 都有武宋的本领 那么汉景帝尽管一词浪了方寸 但是西汉在那个时候已经建国五十年 后来中亚夫平定了叛乱 那么这一次 东京的司马瑞 手上并没有太多的军队 而南北的士族 又处于观望态度 所以王敦 长驱直入 直接打到南京 南京的首相投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司马瑞所倾心留伪 凋协 纷纷来到司马瑞的身边 表示 坚决要捍卫广尚 但是司马瑞在这个时候 表现了极大的这种病例 他一方面 不踩到他们的建议 因为这两位还要求 促使在建业里 所有的王室家族 但是司马瑞不同意 反而接见王党 安抚王党 这就表现一种气度 当然 也可以说 是为自己留后路 那么当他看到 刘伟和凋协 兵败而回的时候 拉着两人的手 泪流满面 虽然他们表示 要坚决捍卫皇上 但司马瑞认识到 捍卫不了点 极力劝他们逃跑 这两位不逃跑 司马瑞不但令人 让他们逃 而且派军队 附送他们 从这一点来说 司马瑞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所以静在他手上 得到一时节的复苏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后来这个刘伟 投奔了石乐 凋协在逃的时候被杀 那么王敦 续兵进入南京 包围皇宫 司马瑞困在皇宫之中 那么王敦将如何处置 司马瑞 东京的这一场政治危机 他将怎么过去 怎么化解 我们下一集再说 就说